运输这个行业这个司机啊 这个身份和地位都没有过去高了 现在司机关键是到哪里不受尊敬 你像装卸工啊 发货的货主啊 谁都可以骂上司机几句 喊上司机几句 所以这司机给过去的身份地位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有好多人就因为这个退出这个行业了 你装车卸车必须要小费 你不给小费 他把货给你装的少了 到卸货的地方不够数 货主就要扣你的钱 司机这个身份比较卑微 我现在又亲身体会 司机这个身份比较低微 一路在下降 那个时候我们在外面卸货 那个货主早早的叫人家属 就给我们炖鱼炖肉啊 就把饭做好了 给他拉货 现在不骂你就是好的 他这个情况是从哪里啊 这个好干就从过去的三个人开一个车 两个人在车上 一个人在家里休息 倒热班干 一直慢慢到两个人 一个人夫妻车 长途短途都是一个人 为什么他这个收入 还是比别的要高一点点 他为什么还有的在干 当然也有很多都赔钱不干 他能干的还是说老司机 他对这方面吃得透 拿得准 到哪里的运费 路上有多大的开支 怎么省 该省的都省 但有的人就倒闭了 不能干 为什么他对这个行业 入行如的浅 指导的少 但是你这有一部分司机还在干 因为他改行改不了 他已经在这个行业 干了半辈子了 再去干别的 可能收入还没有这个好 但是你要按现在这个 比例司机这个工作的 要跟过去呢 真的没法比 过去司机一个月 都弄一万多块钱 现在弄了七八千 还这时候在干 为什么七八千 还有人在干呢 这个司机把这生命的 NV他都放到一边去了 他不考虑 我最起码的 我一个月能挣七八千 比例在别的工厂 打工啊 要多一点 他都不考虑自己的 生命和这个危险性 所以他还在干这个 他已经习惯这个行业了 所以说导致这个 不好干就在这里 这个按百分比说吧 百分之七十的人还在干 因为百分之七十的人 都是老司机了 对这个吃得透 过去我这个车 一个月必须要挣两万 但现在挣两万 是带着工资 就挣两万 但照样还能干 有的新司机 一部分人上来了以后 他没有固定的货源 也不会去搞关系 弄着弄着 他就别说分期了 工资都弄不出来 天天车在家歇着 所以他就不干了 他不干了以后 他就不会说 哎呀我这个上次做的不行 人都愿意说好的 不愿意说不好的 所以他就不吭声了 不干的人太多了 我是开车出身 自己有一个 创事业的这个心思吧 干好了一个 觉得一个车挺容易的 就找一个朋友 你给我开 我在